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百老慧四少侠那是出了名的破案高手 百老慧赴贵山庄 我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来路不平 心狗电光 无辜该是救 无法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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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有数人 女人 女团 终于就要解开了 离人羞 温暖 不要 不要 这个马老板在官外名声就不好 特别坦材 我是喜欢搞这种名头 咱们都等了这么久了 还不见人影 这是谁呀 我最讨厌别人背后说我的坏话 我想杀了他 还不给马老板赔罪 马老板我错了 你是想死 还是想从我的眼前消失 赶紧消失 谢谢你 最讨厌别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我们赢水帮最近有一个大动作 我们给他起名叫飞银计划 我的天哪 飞银计划 好炫的名字 具体做什么 这飞银计划 威力无穷 一旦成功 那真叫惊天地气鬼神 我们就可以血洗江湖 消灭武林正派 易动天下 但是武林正派 没有那么容易血洗吧 这箱子里的东西 就是我花了一千两环节 从墨北军火商那儿卖来的 高科技秘密武器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血洗江湖吗 不着急 这武器现在没有威力 杀不了人 还有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需要孵化一段时间 才能实现大规模 杀人于无形 到底是什么不玩呀 这是使用说明书 看了就明白 最近官府和白老慧 盯我都盯得很紧 我暂时不能把它 带回总部去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 所以找你来吗 就是想把它 暂时存放在你那儿 你就带着它躲远点 等这风都过去了 咱们再把它转移回来 血洗江湖 就指日可待了 问题是这保管的费用 费用咱不是说好了吗 谁 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说到 费用 对 三百两银子 一分不少 谁要你的银子 那你要什么 黄金 说好了三百两银子 什么时候变黄金了 之前你也没告诉我 谁君皇 多危险啊 这能是一个价吗 要不然你再找找别人吧 那你也不能做第一起价啊 六百两一次 六百 六百两两次 六百两三次 一千二百两 成交 多少钱成交 六百 拿出来 不是六百两吗 这是定金 别的明天给你送过去 我口死你算了 明天 你要是不把六百两黄金 给我送过来 我就把你的破箱子扔盒里去 别 我这个人 没有别的爱好 哎呀 除了金钱和爱情 我什么都不缺 六百两黄金 害得我连夜 从巫通镇赶到这里了 太够了 我们大演员还在英文图书 我还得够了 江湖如其名 任凭表面风平浪静 暗流却在深处涌动 你永远不知道 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们 在哪个角落计划着什么血腥的行动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维护天下的和平 总有一些人愿意挺身而出 默默地用自己的生命 将阴谋扫除 这些人的名字 我们统称为英雄 总哥没事啊 不疼 疼也就疼一下 一下就过去了 等会拔完了 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想吃啥晚上 没问题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完成了 别治疗了大浪爷们 治疗什么呀 好了 结束了 结束了 你说这个杀部长 我已经割了止血止疼的 还有那个麻醉剂 等会我包扎一下就好了 是不是已经没事了 对 得亏这簪子上没有毒啊 我毒小命又没了 刚刚你说飞鹰计划 对 这簪子扎得这么深 看来对方是高手啊 绝对的高手 而且他们掌握着秘密武器 看来江湖要乱啊 就凭这所谓的飞鹰计划 没那么什么 据他们说 这飞鹰计划威力无穷 就凭着这墨北买来的 高科技秘密武器 就可以一统江湖 墨北 那天王不是科技荒漠吗 能有什么秘密武器 这秘密武器具体 是个什么东西 他们没说 我猜测应该是 比金大帅的金担子 还有李循焕的飞刀 还有唐门的散花天女 都要厉害很多倍的东西 不行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计划 扼杀在摇篮之中 可是百老汇和鹰损帮 有约在先 双方井水不放河水 江湖好不容易 才太平下来 如果这个时候 再引起纷争 恐怕 洪姐姐说得对 如果咱们几个 再引起什么江湖大战 别说殷损帮了 就连撒爹都不会饶了我们 那咱也不能面对 这种阴谋轨迹 做事不管 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 冻哥 你别动 冻哥 你别动 你伤口很深 你别急啊 我能不着急吗 这事关江湖的安危 等我安归 大陆 帮我按 来来来来 冯婷 冯婷 这簪子你认识 不认识 没见过 现在最重要的是 查清这个簪子的主人 还有这个所谓的飞银计划 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决定 我们做不做怎么做 林泰平这人呢 陪玉玲楼游东湖去了 顺便看看余生烟 我两天回来 这个关键的事 是这个人 的真正对 我说的 是什么 你认识 要不要再做 我自己认识 你认识 这个飞银计划的孵化期 要多久 秘密武器藏哪儿 还有看管她的蒙面高手 到底是谁 他们究竟用什么方法 血洗武林 时间 地点 人物事件 我们通通不清楚 老公子 姐姐来过吗 怎么了 姐姐昨天晚上就出去了 到现在都没回来 我以为她来您这儿了 这也没过来 她 她以前去哪儿 都告诉我的 但是现在 一晚上都没回来 那既然没来过 我到别墅找找 打扰了 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不可能 童娘子功夫也挺高的 她会不会背着我们 去找金簪的主人 大陆 年轻 你们赶紧去查一下 金簪的主人 不用查了 我好像见到过 哪儿见的 好像是在 梧桐镇金银教坊 马老板那儿 怎么 怎么回事 在追查疯狂十字箭的 那段时间 我有在金银教坊 借宿过 我记得在那个教坊里 我好像见到过 这个簪子 看见没 看见没 这里就是金银教坊 喂 抽着没有 门票二十两 太黑了 你有多少钱 二十两 等着没说 怎么办啊 这门都进不去 不然我把红娘子 喊出来了 别喊 你这是属于杂场子 红娘子还没喊出来呢 我们就被打跑了 有道理 我有办法呢 我有办法呢 咱们花彰彰录女院 影片进去 小六月 去把那俩新来的叫来 新来的 进来喽 进来 说说吧 你们为什么来我们金银坊工作呀 我们想成为一代名媛 有志气 有志气 这位姑娘一看就聪明伶俐 是块名媛的料 不过这位姑娘嘛 恕我直言 你的个头倒是挺高的 可惜显得有点太无打三粗了 你有什么特长 能说服我 让我录用你吗 她 她酒量好 现在就试试你的酒量 上去吧 行了 不用再喝了 不要喝了 可以了 可以不要再喝了 不要再喝了 又是你家的酒 酒有点烈 杨吴玥 你觉得他们俩怎么样 有了她 咱们店里的高档酒 不宠买不出去 什么南培的酒客 都让她去 为五大三粗的 你被录用了 以后呢你就叫小四月 没问题 这嗓子怎么这么粗 马老板 她小的时候吧 得过脑膜炎 好了之后嗓子就这样了 那她不会真傻吧 为情不秀的 你也被录用了 以后你就叫小三月 谢谢马老板 白娘子 在 春夏天团总算是凑齐了 给他们俩再涂涂腌制某某粉 今天晚上就开始工作吧 是 马姐 马老板 为录取这么大的喜事 我们得回村去报个信啊 我们明天早上再来吧 明天早上再来 三呢 还卯哈里面走嘞 还没让你们走呢 电影坊 进来了就得听我的 想走 不是你们说了算的 我不看的 快快跟我准备跟踪 是是是 是 给我奏个小曲吧 你们听说了吗 最近这影存榜又搞出一个 什么非影计划 听起来还怪吓人的 看来他们还是蠢蠢欲动 不太老实啊 他老实不老实 那是他的事了 暂得遵守契约 影存完喽事 咱不能再查树了 那喝着呢 几个菜把你喝着呀 这话说有点上头 我怎的 这啥立场啊你这是啊 你这样整定了 你容易把孩子卷进来 你怎么着呢 你这叫厌重感舍 害子自然胜章 那咱说好了 这一次 不关害子遇到多大的危险 无非是姚敏的事啊 咱事也都不习惯 能不能做到 你能做到 我就能做到 你 你能过去呢 以烟味点 红娘子 你叫我红娘子 在这里我是白娘子 好笑 别过来跟我说话 容易没发现 我们是来救你的 跟我走吧 谁让你们来救我的 这里太危险了 你跟燕琪千万别乱来 你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地方 那个马老板 他就是伤了王栋的那个高手 他的簪子我认识 你怎么不走路啊 因为我要破坏非营计划 进进了 那边 大姐 吴大官人来的 马老板 吴大官人 你可有日子没来我们精英房了 怎么变样了呀 我啊 最近开了两家打烤炉啊 吃胖不要停了 再说 你这种地方不能老来啊 喂 你看看你这些姑娘 个个拥之熟粉的 老惦记着我的钱玩套路 我都差一点不想来了 你讨厌 怎么这么说我的姑娘呢 一月上酒 二月 我那新来的四月呢 四月 过来 好 见过吴大官人 这个姑娘怎么样啊 好 人高马大 我喜欢啊 真的是不错啊 来来来来 本大爷 给你个赏钱 赏我就好 我这个人 就是眼前不能有银子 下回记得赏金子 击到你是这样的人了 四月 刚才鬼鬼祟祟的 跟白娘子聊什么呢 那什么 我初来乍到 和这里的头牌搞搞关系 套到近乎 你就跟吴大官人套到近乎 吴大官人交给你了啊 哎 来呀 喝酒啊 姑娘 又来呀 你一起喝酒啊 你们是有悄悄话要说 我记得 我记得 那个马老板 就是袭击动 是袭击动 跟董哥想的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找准时期 去找董哥和太平方吧 只不过这个地方还要赔酒 真烦呢 你烦啥呀 这头等长所的酒特别好喝 姑娘也不错 贼漂亮 挺好的 你个大猪蹄子 自己找姑娘去 你刚才是不是在讲白良几 你刚才是不是在讲白良几 你你都听见了 你你都听见了 都好灵的嘛 听大方有些什么事情 当然知道啊 不过 我告诉你啊 这个金银小房 不是一般的地方来的 人家是新来的 人家是新来的 不是特别了解这些东西 多跟人家讲一讲嘛 我看你跟我 这个啊 那么多远啊 都跟你讲两句 喝喝喝喝喝 这家店的财务有问题呀 它有大量的现金 不明入账 难道是黑道来窃吗 当然是有啊 我一定会帮你买断的啦 ·马侠 学姑娘 我一看到你 我有种受不拽的那种 就被床房的感觉 就是特别的有安全 气死我了 咋了 我让客人给投诉 没事 他们说我太香 不温柔 没有女人味 不是 我没有女人味 当然没有 你个大老爷们 绕什么娘娘娘娘娘娘娘那劲 当小杰绕绕绕 那你说世卉风气 全让他们给败坏 闭嘴 闭嘴 他喝多了 酒量不行 你看我长得太美 陶醉的 连你都混得比我好 天理何在啊 什么鬼地方 没听 走 我们要在 放心吧 马老板现在不在卧室 在哪儿呢 在当迷失书间的 现在是你们套走的最好时机 赶紧走 我们好不容易再找到你 你赶我们走 有什么计划是我们不能一起完成的呀 你们是百老汇的人 不能轻举妄动 那你呢 我不一样 我没有任何牵绊 我可以淌这个浑水 可是我们牵绊你呀 我们就是为了救你来的 对呀 我必须留下 我要破坏飞影计划 你为什么非要让我俩走自己干这事呢 那马老板多可怕 用金灾 这家伙把东哥的屁股 整出一句话 整开话了 正因为它可怕 我才要自己干这一票 与其让你们和王栋去冒这个线 不如一切都让我自己来 你这是犯人命的 放心 我自有周全的计划 如果真的发生不幸 我死了 把这个故事讲给王栋听 他会喜欢的 他说的话让我毫不感动啊 就是 你这件事是什么意思 不会喜欢上红姐了吧 我告诉你 红姐的心底只有斗鸽 我去你的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接下来 你给我好好说话 我怎么没好说啊 你好好地给我 像个女人一样说话 太个硬了 我不敢 你要是暴露了 我们所有人都完了 你真的好变态哦 你就让人家扮成女人来 满足你一个大老爷们 那些龌龊的幻想 真的是 凭什么 人家凭什么满足你 好了啦 告诉你啊 越是这样子 我们越不能高洁逃命 要不这样子 我们趁马老板不在卧房 偷偷潜入进去 把创数中的秘密武器偷走 这样子的话 红姐就可以跟我们回去 好不好 有进步啊 但是你觉得我们真的有必要冒这个选吗 死也不能丢下自己的朋友 不管 这是我过欧大陆 做人的基本原则 你知道吗 我过欧大陆 我叫 没想到你个演技好 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吹人家小熊熊竟然 人话 快进 你 那个秘密武器藏在什么地方嘞 秦春又真是恶心死了 东哥好像说是一个箱子来着 箱子 走一下下 走一下下 算你走一下下 来 他要是发现我们怎么办啊 那咱们就跟他拼了 行 我说一 二 三 我们冲出去 行 一 等等 人家还没发现我们呢 毛巾 毛巾 刚才好像有贼 进了我们店里 先不要管贼的事 谁踹我的门了 又是刘元 毛巾 我这都是学了李的做派 我的屁肝 喇不让你学我的做派 你只是个刘元 出场不要那么炫酷 咱有下子 那就不是口头警告了 晓 晓晓晓晓的了 晓晓的了还没给你处抓贼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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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就是东哥说的那个巷子吧 肯定是 快快快快快快出来 快快快 快快 快 快快快 怎么样 让铁链绑着呢 上了锁 拔不动 这样 只要知道箱子在这儿就好 咱们先出去再说 行 走 黄箱子 不是让你们赶紧走吗 怎么还在这儿啊 大不说也就你啊 好 你快出来 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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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出来啊 这梁儿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还不回来啊 快走 算什么呢 算了我在这儿能挣多少钱 以后娶媳妇用得着 走 第一 你不要告诉我 你要用那些赔臭男人的钱 去娶媳妇 第二 你怎么说话的 注意你的语气 也事后 但是没有关系的了 钱的来历 我打死也不会让未来的太太知道的 说得你好像瞒得住似的 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在那里卖什么萌 谁卖萌了 你说什么呢你 你说谁卖萌了 你看看那就是赤裸裸的卖萌 你俩地有什么呢 没事 他看人家受欢迎赚得多 在这儿嫉妒人家 我嫉妒你个大男人 我 搞得自己好像小女人一样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说正事啊 我现在已经查清楚了 关于这个飞营计划 他的秘密武器 就藏在马老板的床底下 这个我们知道 只要搞到那把钥匙 我们就可以把箱子拿走 钥匙在哪里 关于这个钥匙 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你们听哪个 先听坏消息 那把钥匙 在马老板的头上 那看来就只有 等他洗头的时候 才可以偷偷拿走了 问题是 他一年才洗一回 那没抓了 那讲讲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 他刚刚洗了个大澡 我顺便洗了头 而且我就在旁边 那钥匙你看见了没有 走走走 我已经用假的掉了包 姑娘子 我觉得你特别有书评书的简直 刚才这个钥匙使得特别好 一点不放疼 加工一下特好一个片子活 以后有没有兴趣 和自己合作一下 莫名其妙 我们说起评书来了 就在昨天 我特别崇拜了一位 评书大师去世了 那我们默安一下吧 爸爸 纠之念爱愿 天地 都天明 吴大乖 人家有点事情要离开一下下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下 齐悦啊 你能不能活着回来啊 你怎么能这样子抢人家了 能不能说点吉利的 人家陪你喝了一晚上酒 上个厕所做可以的吗 今天晚上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不要再说话了 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 你再不放手的话 人家又被尿尿憋死了 好啊 我去尿尿回去 如果你一定要走 你拿着我这个劲 换件事后 叫你一命啊 说完了啊 谢谢 我再回来啊 我再回来啊 人家心里好紧张哦 你说能拿着什么东西 你给我好说话 听我咯一死吗 你咯一死吗 你咯一死吗 你真的好奇怪 你让人家这样说话的 就我们两个人 你再这么说话 你要离要起个心不就打你啊 你看看你 那个大佬爷们的样子又出来了 真的是本性难移 再说一遍 找你拿啥玩意儿 烟花 干啥事 一会儿你拿到箱子 用最快的速度离开吴童镇 然后回到福慧山庄 你呢 等你一出去我就放心好 红娘子看到之后 一定会尽快跟我们回合 如果看到追兵的话 你就先撤 我们顶着啊 好 小心啊 走啊 等我 我先去观望一下 等我一下 可以了 走吧 过大路 你干吗呢 怎么了 你别说话 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我可能见识团 你帮我分析一下 这是不是传说中金大帅的金担子 或者是他们的三华天女 都不是 这是传说中的 新单 部队也可能是亚单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和他呢 和他可能 和他可能就是他 先说呢 那我能明明去哪儿去 好 不好 我把估计装进来 自己别叫我来 我快走 很怕你来不及了吧 我们自己人自己人 不是 不是 咱俩根里面是自己人 你不要这样后人家了吧 你真蛮胖胖的 那位九姐 我们就是肚子饿了 我们过来找点东西吃 然后就找到这一项鸡蛋了 我给你鸭蛋 那鸭蛋好了 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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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吗 微炙是吗 路径哭吗 vliet 其他人 鸡蛋 我们这儿的伙食不好吗 厨房里就有鸡蛋 你们不知道吗 嘴怎么那么馋 麻吉 他们根本不是馋 他们两个是真实的 谁让你多嘴的 我 我不知道他们是奸细吗 这是审讯的技巧 就你嘴块是吧 我还忘了问你了 你是不是又踹我卧室的门了 当时他们两个正在屋里偷荡 我心里想说我踹门荆轲 快去真睡一下子 真睡一下子 万一他们俩受了惊吓一嘚嗓 把那一箱子弹给撤了 你负得了责吗 你再来点陪他呗 亲爱的 你不要说话 你又不了解情况 麻吉 我 我错了 我下次不敢了 还有下次吗 麻吉 息怒 人家奸细还等着呢 让人家久等 可不好了 今天看到他们俩的面上 逃过一劫 下次你给我放鸡领点 我刚说到哪儿了 您说到他俩是有多馋 非要到您床底下偷鸡蛋吃 闹你多嘴 日方夜方 家贼男方 说吧 谁派你们俩来的 别那么多废话了 要杀药管 细听尊便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俩是冲着飞鸣计划来的 知道秘密武器 暂时藏在我这里 你们俩是来搞破坏的吧 没错 你们阴谋称霸江湖 天下英雄得而助之 疼了吧你 天下英雄我见得多了 像你这号男女都分不清楚的 还称为天下英雄 我怎么分不清男女 老的就是男的 你还是个老子 我看你就是个傻小子 我是说你分不清楚 别人是男还是女 好不辣 哪意思 我怎么着 别跟他那么多废话 你把秘密武器藏哪儿了 问得好 你们俩也挺不容易的 死就让你们俩死个明白 谜团终于就要解开了 真相就是 这些弹就是秘密的武器 这不是鸡蛋 而是世上最凶猛的鸟 墨背金雕的蛋 它的爪子 以任何刀剑都要锋利 速度快过任何暗器 任何高手 在它的空中打击下 都会不堪一击 你们想用墨背金雕杀人 说得没错 飞行计划真正的战略就是 用墨背金雕 杀进武林正派 帮助殷孙邦一袭江湖 别问我 飞行计划为什么要用墨背金雕 因为我也不知道 所以所谓的孵化期 就是要等这些蛋孵出来 长成成年的金雕 到那个时候 殷孙邦的一百只金雕 再生蛋 蛋再生雕 血洗整个武林 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这一千两黄金花得 真的是太迟了 科技发展是双人间的 怎么样 你是不是要后悔 打开那个箱子的时候 没有把那些蛋给砸了 我告诉你们俩 今天殷孙邦的人 就会派人把他们取走 等世人再见到他们的时候 江湖就要变天了 牧阿姐 牧跟他们废发了 现在就把他们杀了 每次都是你多嘴 你怎么那么多嘴啊 你下次再多嘴 我就杀了你 先把他们关起来 等今天英孙邦的人 把蛋取走 我再杀了他 东哥 我回来了 太平 你可算回来了 玉玲蓉呢 他晚两天回来 你怎么瘸了 他们人呢 一言难尽 你先坐 间隙已经落网了 今天英孙邦的人就来提货 玉玲 你怎么反而忧郁了 我出山的时候 师父预言 我会栽在瘫财上 我也一直在反省自己 告诉自己要克制 所以每次约到这种关键的时候 就会越紧张 你知道吗 间隙很可能还有一个 那两个人 再有本事也不可能偷到我的钥匙 一定还有一个离我更近的人 暗中帮着他 你说会是谁 地匙 曾怯然一身 像浪尽天涯 无穿过四海为家 听风雨消下 带一件踪马 披荆家独饮沾黄沙 月梦里对酒是年华 任岁月无情染白发 断愁长离树下 回到战情马 爱难断醉难逝放下 若有千愁 何必入心股 万缕四季忘于江湖 懂来经歌路 看戏曲线月赴 长风情书都化作尘土 若有千愁 何必入心股 万缕四季忘于江湖 懂来经歌路 看戏曲线月赴 长风情书都化作尘土 我欲温 我欲温路 灯火烂闪出 才明白英雄是孤独 满满人生路 只把酒消成素 想知一宿 从此醉江湖 在这次 我欲温路 我欲温路 你的 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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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欲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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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